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蜀蛇、马蜀羊、蜀猴。 人注意了,身上带遗物,好运一触即发,财运望到报,怎么挡都挡不住。 对于这四个生肖来说,2024年各方面运势,会呈现得比较一般。 不过在这个阶段,如果随身佩戴一些吉祥物,将会让自身的运势发展非常理想。 那么蜀蛇、马、蜀羊、蜀猴人在2024年,佩戴什么吉祥物最好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1.生肖蛇 蜀蛇人在2024年,佩戴贵人生肖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生肖马的吉祥物,就是很好的选择。 进入龙年以后,蜀蛇人虽然,个人发展情况比较理想,但是有时候性格,太过于高调张扬。 很容易因为言行不当而得罪人,甚至还会给自己招来。 一系列的试飞衣黄金类首饰。 蜀蛇人在2024年,非常适合佩戴黄金类的首饰。 黄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装饰品,具有收藏和装饰的价值。 配戴黄金首饰,可以强化蜀人的聚财能力,帮助他们把握好手中的积蓄和产业,避免出现财运流失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约意识的朋友。 佩戴黄金可以降低消费率,避免出现铺张浪费的情况。 而且黄金也可以强化蜀蛇的气场,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不管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其他方面,都会表现出乐观大方,积极向上的一面。 所以蜀蛇人如果不知道,佩戴什么吉祥物比较好的话,黄金首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黑钥匙蜀人 在2024年佩戴黑钥匙,也是非常不错的。 黑钥匙,是一种常见的风水吉祥物,本身拥有强大的气场和能量,也包含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 蜀蛇人在2024年佩戴黑钥匙做成的首饰,比如平安寇、龙牌、生肖牌、提修、本命佛等等,可以提升自己的健康指数。 特别是平时身体较弱,容易生病以及发生意外的朋友,借助于黑钥匙的力量,可以增强内在能量,改善消极情绪,消除健康危机。 另外,佩戴黑钥匙也能帮助,提升蜀蛇人的学习能力。 如果在龙年要参加重要考试的话,可以随身携带。 三贵人生肖吉祥物,而佩戴贵人生肖吉祥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蜀蛇人的人际关系。 更能吸引贵人到身边来,广结善缘,以何为贵,何弃生财无形,当中自身性格当上的一些缺陷,也会有所改善。 行为作风更加稳重,随和大方,这些都更有利于事业生活的稳定开展。 四粉水晶属蛇人,在2024年,佩戴粉水晶也非常不错。 粉水晶是一种,有利于感情发展的风水吉祥物。 鼠蛇人,这两年的桃花运都比较旺,正缘旺盛的同时,烂桃花也伴随而来。 而在兔年,由咸池带来的烂桃花情缘,还可能延续到龙年,稍不留意就陷入情感纠葛当中, 会给自己的生活和家庭,造成极大的干扰。 佩戴粉水晶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烂桃花的影响。 对感情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恋爱中的小情侣。 在粉水晶的作用下,恋情甜蜜爱,感情进展会更加顺利。 不过粉水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妥善保管,避免出现磕碰或者是裂痕,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吉祥物的风水效果。 二、生肖马蜀马人。 2024年运势整体不错,与太岁活土相生。 把座吉星,对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财运方面也相当不错。 正财稳定,投资有机会获利。 唯有健康方面需要格外警惕。 为了更好地应对今年的运势。 招财吉祥物需要提前了解清楚,才能够收获稳定的发展。 属马人,2024年吉祥物。 属马人佩戴什么望自己呢? 属马人,2024年佩戴木制饰品。 在五行制中,属马人属火,而木是可以生火的。 因此对于木制品来说,可以很好的催旺属马人的运势。 还会给他们带来非常不错的好运气。 2024年,在选择各种饰品材质的时候,木制品自然应当是首选的。 而在各种各样的木制品中,桃木又是上上之选。 这种饰品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还更为便携轻巧,能够更好的转运驱鞋。 还可以有效抵挡小人所带来的各种获释。 会让属马人,在工作中顺顺利利,一马平穿。 前行的道路上,不会有任何障碍。 还会得到很多大佬的鼓励与支持。 一、平安服属马人。 在2024年间,可以佩戴平安服或是护身服,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 需要亲自去寺庙求取,才能够展现出自己内心的虔诚。 被好运所光顾。 在上班开车期间,也可以把平安服、护身服放在车内。 能够保佑出入平安,不会遇到意外的事故。 二、葫芦耳坠属马人。 在2024年间,可以佩戴葫芦耳坠。 能够增加女性朋友的外在魅力。 还能够化解身边的磁场与环境。 葫芦会把属马人低迷的气场,全部吸入到腹内进行消化。 也能招揽来旺盛的财运。 让属马人的运势变得特别的理想。 获得很多意外的惊喜。 职场上会通过个人努力,得到提升与奖金。 让属马人对后期的生活,充满了自信、信心与希望。 不会变得慵懒颓废。 三、翡翠饰品。 属马人可以选择佩戴翡翠饰品。 翡翠看起来晶莹剔透,特别漂亮。 能够凸显出个人的外在形象与颜值。 属马人桃花运会特别旺盛。 想要脱单会变得简单容易。 属马人在婚后,可以随时佩戴翡翠饰品。 也能够催望夫妻间的感情发展。 让家庭氛围变得和谐融洽。 还可以选择摆放,翡翠摆剑或是挂剑,都能够让自己的运势向住好的方向不断进发。 翡翠本身的质地较为脆弱。 需要轻拿轻放,以免产生磕碰。 三、生肖羊到了2024年。 羊人或太羊这颗超级极星加持。 身形光彩。 精神状态极佳。 再加上潘安竹功名事业。 极异乡求谋。 可见羊人2024年反败为胜。 身心都获得极大的调协。 2024年属羊人佩戴什么? 可以转运一红色饰品。 属羊人在2024年,可以佩戴红色手绳。 这样能够,全面有效提升个人的综合运势。 在职场之中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手头不会变得特别紧张。 感情生活会很稳定。 身体健康状况也会特别不错。 属羊人除了,可以佩戴红色手绳之外。 也可以选择转运珠。 这样能够有效逆转个人的运势。 会让属羊人在饭煞的年份中, 过得快乐一些。 不过一天到晚总是处于, 郁闷烦心的状态之中。 二,必洗吊坠属羊人。 在2024年,可以佩戴必洗吊坠。 这样能够让身体吸取, 源源不断地有益元素。 还可以有效平衡。 周身的环境与磁场。 属羊人的心态会变得非常稳定。 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 不至于惊慌失措。 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属羊人也不会, 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三,玛瑙手串属羊人。 在2024年,可以佩戴玛瑙手串。 这样可以让属羊人的感情生活, 变得很幸福。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伴侣的帮助与支持。 心情抑郁低落的时候, 伴侣也能够, 默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玛瑙手串。 还可以让属羊人, 拥有甜蜜的婚姻生活。 家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紧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全家人都可以携手共同面对。 哪怕属羊人本年度, 出现了重大疾病, 或者是投资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家人都能够永远站在他们的身后。 四,和田郁郁配属羊人。 在2024年, 可以佩戴和田郁郁配。 在所有的郁食之中, 和田郁是最为稀少珍贵的。 佩戴这种珍贵的郁配, 可以帮助自己消灾解难。 比如说在即将遇到重大的祸患, 或者是即将遇到可怕的车祸, 那么和田郁都会通过。 自己的方式保全主人的安危。 这样可以让属羊人成功躲过一劫。 不过属羊人在购买和田郁之前, 也要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 如果手里没有太多钱财的话, 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 否则会给自己, 带来巨大的经济危机。 千万不要借钱去买。 这种昂贵的开运风水饰品。 四,生肖猴在2024年。 属猴的人在财运方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 有利的机会和挑战。 猴的机制和灵活性, 使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 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然而仍需谨慎应对各种状况, 以确保稳健的财务状态。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白水晶。 众所周知, 白水晶具有强大的能量, 可以帮助属猴人增强财运, 还能够提高他们, 头脑理性思考的能力。 此外还具有, 凝神尽弃的正面影响。 所以, 今年属猴人, 非常适合佩戴白水晶, 可以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更多的惊喜, 会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黑绳手链。 今年属猴人, 可以考虑佩戴黑色手链, 这样能够让他们, 变得更加低调内敛, 还可以减少, 其吸引外界注意的能力, 这样能够让被小人陷害, 或者是被不良事件, 影响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弱。 此外, 黑绳手链还能够增强, 属猴人的大脑和内心, 这样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自然会显得更加沉住冷静。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本命佛。 属猴人今年, 可以考虑佩戴本命佛, 这样能够获得恩惠, 并且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尤其是在人生关键时刻, 总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本命佛还能够增强, 属猴人的自信心, 帮助其拨开迷雾, 并提供强大的信念与力量, 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人生道路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黄金饰品, 金字代表助财富与好运。 对于属猴人来说, 这点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今年可以考虑佩戴金项链, 金手链或者是金戒指等金饰品, 这样能够强有力的, 催旺个人的财运和运势, 还可以让手头变得更加宽裕。 不管想买什么东西, 都会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不用过多焦虑金钱的问题。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红马脑。 红马脑像争助热情与活力。 是属猴人, 今年最佳视频选择之一, 能够激励其创造力, 还可以带来事业上的成功, 以及源源不断的金钱入账。 与此同时, 将红马脑佩戴在身上, 还会让自己显得特别贵气。 尤其是对于 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 这点是相当重要的。 能够强有力, 催旺个人的贵人运势。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紫水晶。 紫水晶的功效特别多, 包括避邪、避灾以及招财等等。 属猴人今年可以考虑, 佩戴紫水晶项链, 手链或者是戒指等等。 这样能够让个人的气场, 变得更加稳定。 还能够时不时, 遇到意料之外的喜事。 人生将变得很出彩。 各种困难也可以迎刃而解。 属猴人2024年, 可以佩戴桃木饰品。 属猴人向来, 很喜欢接受各种挑战, 愿意追寻刺激的事情。 这样就很容易惹来很大的风险。 今年可以考虑佩戴桃木饰品。 这样能够起到曲斜划煞的作用, 不至于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而且在睡觉的时候, 还可以将这种饰品放在床头。 有助于赶走噩梦。 让自己一夜好梦到天明。 属蛇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觉得, 自己的运势一直很平淡, 没有什么起色。 甚至还有一些小人在背后捣乱, 让你们的事业和感情受到影响呢? 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你们的运势在五月, 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你们将会走上人生的巅峰, 享受富贵荣华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在五月, 将会得到天玺和紫薇龙德的协助。 这是两颗非常强大的吉星。 它可以让你们的五行, 熟火的鼠祥内音相生, 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局面, 让你们的运势如日中天。 财运暴涨, 事业顺遂, 人缘旺盛, 桃花满天飞。 这是一个六龄年一遇的大愿。 如果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你们的人生, 将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你们将会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 你们将会拥有你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你们要小心身边的小人。 他们可能会对你们的事业和感情, 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你们要多加防范。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也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心事。 保持低调才能保持好运。 另外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为你们在五月会遇到病符和囚欲这两颗胸心。 它们会让你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 比如关节疼痛, 胃口不佳, 精神不振等等。 所以你们要多注意休息。 多喝水。 多吃蔬果。 多运动。 保持身心健康。 才能享受好运。 总之, 鼠蛇的朋友。 你们在五月的运势。 是非常好的。 只要你们能把握机会。 积极进取。 不怕困难。 不惹是非。 那么你们将会拥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五月。 那么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及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愿就可以实现。